请的是我们下午第一天 下午场次第一个主题课程 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皮脱科技 邱建章博士 邱博所带来的主题是 CFD流场分析寄流体多物理量 多物理场偶尔模拟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讯镜头 跟画面交给邱博 邱博 大家好 我是皮脱工程师邱建章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 跟他分享CFD的模拟 然后先把镜头 因为流量关系 我们把镜头先关掉 好 那你先看到 这是我们等一下 今天主题就是CFD流场分析 跟多物理偶尔的一些模拟 那因为延续上面的 今天早上已经 针对CAMSOR简介比较多了 所以等一下我会尽量 快速带过一些 恐怖的内容 那我今天会针对CFD模拟 一些模组的介绍 然后跟CFD一些 多物理场偶尔的介绍 然后会带到一个相关的范例 那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 我们再制作一个CAMSORAPP 那大家好 我们这是皮脱公司 那今天早上都有讲过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多做赘述 那CAMSOR这边就是有 包含了三十几个 各个领域的模组 然后跟一些 连接CAD档的一些程式 然后跟一些最佳优化的一些材料库 一些相关模组 那我们 CAMSOR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是同一个界面上 透过切换 就可以在 学习不同模组 那差别就是在于 设定区上面一些设定的东西而已 那它的建模流程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3加2 就是透过空间维度的选择 然后物理量的选择 跟研究类型 然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主页面 那透过 笔合设定 材料设定 跟一些物理量的设定 然后网格绘制 然后就可以进行求解 然后最后就可以将你的结果 用后处理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 那CAMSOR呢 它主要强大的功能 就是它一个非常庞大的应用资料库 那你可以根据这个应用资料库呢 你可以带入你 找寻你相关需要的范例 去套用你现成的产品开发 来缩减你产品开发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强大功能 就是APP建立器 那如果后续有时间的话 我们会带大家做一个 APP的建立的整个流程 那这个就是APP开发的界面 那它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进用拖拉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APP的设计 那它还有新建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可以套用样板的方式 透过套用样板 我就可以设计一个美观 直接的一些APP的方式 APP的操作界面 然后这个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在Console里面建好的一个APP 跟你输出之后的一个图形长相 像是长这样子的 好那AI预测的部分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个讲师都讲到了 所以我这边就是快速的看过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就是进入今天的主题 CFD模组的简介 那CFD模组呢 我们就简单可以分为成流跟问流模型 那它包含了单向流 多向流跟一个大窝模拟分析 跟6.1版本新增的分离窝模拟 然后还有一些旋转机械流 窝模流跟多孔介质流 还有高马赫数流的部分 那这些流组呢 它可以应用到多物理偶尔 就是说我们跟温度相关的话 就是多等非等温流跟共二传乐 它就是结合温度的一些热传模组 那反应流的部分就是一些 化学物质的传输交换扩散作用 然后流固偶含的部分就是说 我的固体跟我的流体发生交互作用的东西 还有我们可以模拟一些电容的一些 微机键模组的部分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一个模拟工厂的排气管的流 刚我空气流空之后 它的一些流场分布的部分 好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单向流 那你可以看到中间这部分 就是我们Camsul里面的一些流体 所有的模组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单向流 前变流 层流 雾流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模组 那我们一一的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是层变流的部分 前变流的部分 那前变流呢 它就是基本上 就是在一些微小尺度的一些 慢速流动的时候会用到它 那它因为它是 就是一个简单的方程式 所以它基本上计算上是比较 相对上是比较快速的 那层流的话 它还有包含牛顿跟非牛顿流体 那你可以看 然后问牛的话 就是代表它 它有两个代数方程式 跟七个运输方程式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中间这边 它有非常多的一些数学模型的部分 那这些数学模型呢 我们可以在Camsul里面 就可以一一展示出 它所使用的方程式是哪些 然后我们还可以根据它的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 气体是可压缩 或是弱可压缩 或是不可压缩的部分 那跟它是牛顿流体 或是非牛顿流体的部分 这个都是可以在软体里面 做一个选择的部分 那再来它就还有一些机械 旋转机械流 那旋转机械流 一般是用于食品 或一些化工 要是要搅拌混合的部分 然后一个弹性流体 基本上就是在模拟一些血管流的部分 那刚刚提到的 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模型 那我们如何选择你适合的模型呢 那首先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马赫数的部分 就是说我马赫数大于0.3 跟小于0.3的部分 就可以先做一个大概的区分 就是小于0.3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使用单向流的部分 那大于0.3的话 就是用高马赫数流的部分 那再来做一个细分之后 我们会提到一个叫做 美诺数的部分 那美诺数呢 它就是一个惯性率 跟一个粘制力的比例 当我的比例小于1的时候 就是我的惯性率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话 我们就是主要是由粘性率的主导的话 就是会用前变流 那如果是1到2000的话 我们就是会考虑用成流 那如果大于2000的话 或大于4000 就会用到问流跟大温模拟的部分 然后我们依据用这个标准 我们去做一个模型的选择 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它有两个代数模型 跟七个传输方程模型 那首先我们先简单介绍这个代数模型 那基本上我们在求解CFD流体相关的过程中 我们求解的就是NS方程 那它就是考虑动量手环 跟连续方程式的求解收链 并没有其他考量 那这个代数模型呢 就是只有考虑NS方程 所以因此它的计算量 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那简单的情况下 就是说它有个优势 就是稳健性比较强 那什么叫稳健性比较强 就是说我在结构模拟的时候 收链度是比较好收链的 那计算成本D就是代表说 因为我求解的方程式 相对上是比较简单的 那就是可以减少我的记忆体的使用 跟我的计算成本时间 那因为我的方程式是先对简单的 所以它有个缺点 就是说我的精准度 相对上是会比较差的 那所以这种代数模型呢 我们一般会用于 电子产品的冷却系统做个模拟 那右边这个图就是一个 散热机板的冷却作用的模拟示意图 那我们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些图示 就可以大概了解到 它是求解什么样类型的 就是成流的话 就是比较平缓的流动 那温流的话 就是有上下梯度的变化 那大温模拟的时候 你看到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模拟 那透过这个图示 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它整个模拟的设计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还有一些运输方程的部分 那运输方程的话 我们这边提到的就是一个两方程模型 那什么叫做两方程模型呢 就是像我们前面看到这个 kifical模型 它就是一个 如果原本考虑的动量守恒 跟运输方程式之外 我们考虑有个动能 k就是指的是动能的部分 那ifical就是指我们的 温流的耗散率 然后我们透过考虑这两个方程式的话 它有比较好的计算速度 那记忆体相对上 会比刚刚的代数模型要求高一点点 但是也比较好收敛 所以通常会被使用在 求解一些复杂几何的 一些表面的外纹的流动 那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中 有两种K-Y模型 就是具有可实现限制性的标准K-Y模型 跟Reable的K-Y模型 那两个的差异就是说 可限制模型就是说 它有一个起始的限制条件 那类似的限制条件 就是我的入口处的法向量 不能等负的这种限制条件 那相对于后面新增的这个模型 就是说它可以更加确定 实际上的一些模拟情况 去做一个数学模型的修正 那这个K-Omega模型 一样是动能 那这个Omega指的是 动能消耗的速率 具体的速率 所以会跟这个Easyon有点差异 那这个模型主要是用于一些 模拟弯管上的流动 或者是内部的水管内的扭动 那我们看到它另外叫SST模型 那SST模型就是结合上面两个K-Y跟K-Omega的模型 然后它就可以在接近B区域 就是说我靠近结构表面的部分 去做一个切换的动作 然后这个低迷路数K-Y模型 就是透过密集的网格来求解一些比较靠近区域 边界区域一些比较需要精密求解的部分 那因为它是透过精密的网格的话 所以它所需要的计算成本相对上也比较高的 那从我们刚刚的解释说 从刚刚的代数模型到这边的K-Y模型的话 从上往下就是你的精密度是从 这个精密度是比较粗糙的 那越下面的精密度是越好 那相对的我的时间成本也是精密度越高 它相对需要的时间成本就相对是越高的 那另外还有两个叫SA模型跟V2F模型 那这个SA模型就是它主要是针对空气气体动因旋模型开发 就是这个旋转修正的模型 那V2F就是K-Y模型 那它主要是考虑我的流动是各项异性的流动 所以说它主要是适合像是图中看到的就是多个孔 然后流速是不 各方向的流速是不一样的 这种各项异性的流动 适合去求解这些问题 那再来是旋转机械流 那旋转机械流也是可以套用到沉流跟温流的部分 那主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图 它就是我们转盘会开始转动 那通过这个转动去带动一个流体的流动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移动网格 或是冻结转值的方式去做一个模拟计算 那Consol在这边有个好处就是说它有一个原件资料库 里面就有建置各种各样的这种类似转盘的东西 你只要透过你的参数的输入 就可以建立一个你所需要的一个转盘来做一个模拟 而不是重新建置一个类似的结构 那这是Consol在有我们的好处 那再来是薄魔牛的部分 那薄魔牛一般的话 我会结合薄可的一个功能去做设定 就是说它考虑的是类似轴层间的一些间隙 模拟一些夹障碍的地方的流域 那像是这个就是轴层之间 我们来模拟它轴层之间的润滑油的厚度 然后去模拟它的偏心的位置 跟润滑油在这个结构的表面造成一些压力分布 跟结构形变的一些影响 那再来是多孔介质流 那多孔介质流表面 从表面上的意思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就是模拟一些类似这种滤网 或是有多个窗孔的这种结构 然后它就有包含一些高孔系的速度 然后透过打吸定律跟breakman的方程式 去求解一些各项异性 或是各项同性的一些渗透率的问题 然后这边下方的图就是说 它上面有三个小点 它就是模拟风力涡轮机 通过这三个小孔去注入数值之后成型的一个范例 那这也是6.1版本新奇功的一个范例 那这也是多向流的部分 那多向流我们这边就有两种类型 一种就是分离型跟分扇型 那主要描述就是说 类似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图中 它蓝色的部分是指的是我们的水 然后白色的部分是空气 所以在分离型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相位是很明显的分布的 所以我们在模拟当中可以看到 它有个明显的界面 然后在分扇型的话 你会看到它其实它是非常小的气泡 然后所以你在模拟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连续的 没有一些气泡上的界面 然后差别就是说 分离型就是说 我的气泡一滴颗粒的尺寸 跟我的整体计算域的大小其实是类似的 然后通常是用于微流体中的多向流 那分扇型就是用于不可压缩跟可压缩 它的气泡尺寸跟整体的尺寸 就是我气泡尺寸 它远小于整个计算的尺寸 所以使用分扇型的模拟方式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接下来 大窝模拟 大窝模拟就是一个 精密度比较高的模拟 它就是模拟整个环境当中的 三维站态的窝流的部分 透过解析比较小尺度的窝流 去还原整个空间中的一些窝流分布 那它这个限制就是说 它只能用于三维的站态模拟 没办法做二维的模拟 然后同时它需要相对上 需要比较多的一些计算资源 就是说你的记忆体跟你的时间成本上 相对上是比较高的 但是你可以获得一些比较精准的求解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6.1版本当中 它提出了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说我透过用对称的方式 去降低整个计算的时间 然后去获得一个比较相对精准的一个模拟结果 那下方就是模拟一个山坡 然后我的空气流过这个山坡之后 带动了一些气流的分布变化 那再来是非牛顿流体 那非牛顿流体 它就考虑非弹性的牛顿流体 跟黏弹性的流体 然后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化学 数学模型去做一个近视的作用 那一般用于就是我们模拟一些 像是主动脉血管中的血液流动 那图中颜色代表就是我的血液流动 对我血管的外壁造成了一个压力的影响 那下方一样是我的血管 然后我血液流动对我的血管造成一些 硬力的分布的一些模拟相关示意图 那Consol这边还有一个叫做潜水 方程式的界面 就是说它透过我们可以引入一些数值高层的图形 或者是做类似这个山谷的图 然后模拟海浪打到这个山谷之后的 轻时的变化 然后透过就是囚结水面 水深跟面的一些动量方程式 去做一个模拟的部分 那在Consol 6.1版本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有个分离涡流的模拟 然后简称就是DES 它就是将我们的内洛平均NS方程式 跟我们的LES的大窝模拟做一个混合的计算 就是透过内洛平均的NS方程 我们求解在结构靠近B上面的一些问流分布 然后添加到我们的动力方程式上面 然后它只仅计算在接近B的区域有效 那如果是远离B的部分 我们还是使用大窝模拟的方式进行计算 那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它有大窝模拟的优点 也有减落平均的NS方程的优点 那相对上它可以节省一些计算的时间 然后得到相对于比较精准的结果 然后在6.1版本它有新增了两个 新增两个材料的设定 一个就是多项材料的设定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成分一二三的三种不同相位 就是分别是空气、水跟油 那这个体积分率也就是说 我现在假设我的整个空间 我这个材料的整个体积是100% 那其中有50%是油 30%是水 那剩下20%就是空气 然后它可以用混合规则去说 类似我可以取平均体积 或是质量平均 或是定义一些混合的规则 去计算说它的材料特性 那等效材料一样是同样的方式 就是说我是选择不同的成分类似空气跟水 然后看你是用什么方式的规则 去做个混合的比例 得到一个新的材料的参数 那这两个差异呢 一个是会考虑像的变化 一个是单纯材料的一些比例混合 那这部分如果你想要详细了解的话 它可以参考这个范例 它有一个详细的解释 然后这边有一些混合规则 可以做一个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个CFD的多物理厂的偶合的部分 那多物理的偶合厂就是说 我们现在CFD流体基本上会结合一些 类似热血或化学反应室 或是固体的一些做一个偶合 那如果当存在解决热血的话 我们就要搭配一个热传模组 那如果是跟化学反应室有关的话 我们就会搭配一个化学反应工程 或电池模组 或是电解调模组 去求解一些化学变化的一些 操散作用或是一些化学反应的部分 那流固就是会搭配一些结构力学 MAS模组跟多体动气学 去了解我的固体跟流体 造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变化的影响 那还有一个叫做流动噪音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噪音 是透过结构振动之后 传递到空气中的 那这个噪音部分 就会透过这个升学模组 跟流场模组 就是做一个声音传递的模拟的部分 那在非等温流与共二热传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流体 跟固体中的热量传递 然后流体的部分 就是考虑我们的沉流温流 那或者是考虑到我们的浮力 或者是我们的队友的部分 那右边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引擎式的 一个热队流的一个分布的模拟的结构图 然后下方这个是一个灯泡 就是我考虑电圈的电子电阻热造成的温度加热 在灯泡里面产生一个热对流的一个模拟结果 然后这就是一个散热机片的模拟 模拟的示意图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日常中常会用到一些相对应的模拟 那高码核素流呢 一般就是模拟一些高码超音速的一些火箭啊 类似的模拟 那所以看到图中这个就是模拟一个火箭 然后对空气中的一些空气密度的分布变化 然后下方是结合化学反应流的部分 它是说我的火箭打动一个一团化学物质的之后 它这个物质其实有浓度变化 然后透过火箭去带动这个浓度变化的分布 去做一个详细的解析的工作 那反应物质钮就是通常我们就提到的是 它有个稀物质跟浓物质中的多组成分 然后再传递跟流动 然后通常有混合物的平均啊 或者是扩散模型 或者是带电物质在电场中的迁移 就是电流模型的部分 然后自由在多孔结质中的物质存力 就是一些过滤的相关模型 那可以看到图中就是一个汶流中 我们在上方通入一个化学气息 去看到后面之后 通过一些多孔素质之后 它的一些浓度的分布跟变化 那下方这是一个双通道模型 就是说我在右边 这两个蓝色跟红色的地方 通入两个不同浓度的化学容器 然后在中间做一个混合之后 浓度变化的模型 然后它可以随着浓度变化 去改变我的密度跟一个粘质系数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就是流过盒 基本上就是流体跟固体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模拟流体跟可形变的物体 所以你可以看到图中 中间这个是金属板的流动 会对我整个流体是造成一个影响 那除了流固盒盒 我们可以再加上热的影响 变成流固热盒 就是我们除了固体跟流体之外 再加上一个热的影响 所以图中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温度的变化 造成它的膨胀 跟我的流速造成它的影响 去做一个三方面的流固热盒盒的部分 那刚刚就是我们的CFD的相关 一些模组的一些简介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 多物理的偶合机上案例操作 那请各位同学或先进门 我们先打开一下我们的模拟软件 然后相关讲义的部分 可以上我们的LINE的群组 去做一个锁起的动作 那我们这边先对一下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范例的模型 一个简单的描述 我现在这个模型呢 就是在一个空气 水域里面有一个柱状物 然后去模拟流速 从左边进入之后 它的流速对整个 冲击到物体之后产生形变 对整个流场的分布 然后下方就是我路口的速度 会随着时间做一个变化的部分 然后这是我模型的定义 就是我整体结构 大概是300μm 然后乘上100μm的整个环境 然后柱子的高度呢 是47.5μm 然后在红色这边 我设定一个固定的部分 然后整个空间 我是设定是水域的部分 做一个模拟 那我们就先进行这个 机上操作的教学部分 那首先一样 我们就是从开始这边 按选那个空间经理的部分 就可以选结构维度 那我们这边维度的话 我们去选择二维的维度 然后再从流体这边 我们去选择我们要的球解 这边有个流固 流体固体交互作用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选择流体固体交互作用 然后点选新增 然后就会看到它是除了成流之外 或者它的固体力学的部分 然后它会自动当一个 多重物理偶合的流固偶合作用像 那因为我结构产生形变 它的网格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移动网格的变形区域 然后这边再点选研究 然后这边选择是时间相应 就是随时间变化的一些研究 然后点选完成 进入到我们整个Console的操作界面的部分 在这个界面上 上方堆移的基本上就是在模型建计上会有一个意义的堆 就是这个像是定义的部分 就堆移到这个定义 在这边按右键两个是相互呼应的 那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个材料参数的部分 我们先速度 我们要有个流速 所以我们设一个U 然后我们假设它的流速是 数值的话是3 然后我们用中括号给它一个单位 就是公分除以秒 中括号这边定义就是单位的部分 然后高度是H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100NuM 然后宽的部分是300 那这边基本上就是参数设定的部分 然后我们这边先从定义这边呢 我们做一个解析 那这个解析呢 就是说我们给它一个 我们刚刚说流速 我们是设定一个随时变的函数 所以假设用一个cos x 那你就可以绘制 它就会呈现说你这个表示室里面的数值变化 跟x的关系是 那我们这边输入的话是随时间的函数 所以我先定义函数时间是t 然后表示室的话 我用t 然后上表平方是除以开根号 sqrt就是开根号的意思 0.4 0.4 加上 我们就是绘制 可以看到类似这样图形 我们再设定他的单位 这边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是建立几核的部分 几核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从几核结构这边 看这边可以设定你的 处始长度单位是什么 我们这边改成micrometer 然后我们设定一个V 然后我们刚刚说他的宽度是W 然后高度是H 我们点选建立 它就会挥发出来 然后再新增另外一个矩形 绘制那个物体的部分 塑造物体的部分 然后我们这边宽度选5micrometer 然后高度的话 刚刚是47.5micrometer 建立 然后位置的话 我们现在改到距离入口处 100micrometer的部分 然后这边的话 新版本它的功能就是说 假设你这个参数是数值 你想要把它定一个参数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它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参数 我这边可以假设它就是H2 确定之后呢 你可以回参数这边看 它就会帮你建立一个 定义新的H2的参数 帮你自动建立好 那这是新版本的一个功能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进入一个圆角 我们在这个做一个放大 然后半径是2.5micrometer 那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圆角呢 因为在流体力学当中 如果是直角的部分 经常会让你的结构不收敛 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这些奇怪的一些 边边角角的部分 然后做个圆角的设定 好那基本上到这边 我的集合结构就完成了 那再来就是我材料的部分 那材料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新增材料 然后从内建的函数 去做一个 内建的材料资料库 去做一个新增的部分 那我这边呢 我先不用内建了 我们用空材料 那空材料呢 它就是可以根据你 调解的一些物与特性 去设定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参数 那我现在新增两个空材料 那第一个空材料呢 我是单纯选择水的部分 那水的话就是设定它的密度 然后跟它的粘滞系数 那粘滞系数跟薄松比 基本上是固体力学会用到的 所以我这边就先不设定 然后这个是设定这个注重物的部分 然后一样设定密度 然后粘滞系数是在流体会用到 这边就先不设定 然后这边设计量式系数 跟它的薄松比 那你会看到我设定完之后 在这个模型鉴定器上面 它的材料是处理一个叉叉的部分 代表你的设定上是有一些 不完整的部分 那我们等一下整个设定完之后 再回来看 好那接下来是移动网格的部分 那移动网格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因为我结构会形变 所以我这边会有变形区域 所以我这边选水的部分 会有大量变形的区域 我这边选水的部分 那移动网格的设定就是到这边 然后再来是层流的部分 那层流部分一样 我们这边只要选择的区域是水 所以我们把2这个地方做一个移除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设定当中 这边它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更改 就是说我可以选择是有问流模型 或是没有问流模型 然后去选择你的问流模型 要是刚刚提到的那些代数 或是K-IPSH K-O-MGA或SST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B函数的部分 就是在靠近B面的地方 会有一些函数做一个优化的部分 那我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考虑问流模型 所以我们选择无模型设计 那上方这边就是可以做一个 可压缩不可压缩流的选择 然后我可以考虑包含重量 或不好含重量的一些影响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先设计我们刚刚边界上 我们就给它一个入口 我们有个水流的部分 那水流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U 然后层上我们刚刚打的 解析的方程式 就是水十遍的部分 那现在假设我今天打的数字 它是看不懂的话 它会选择一个黄色的数字 代表你定义上是有未定义的部分 所以它有一个自动除错的功能 你可以从这个颜色去决定 你输入的数字有没有问题 那有出口的部分 那我们就要设定一个入口的出口的部分 然后出口就是在这个位置选择拔压的部分 那层流部分的设定 大概就是到这边为止 那再来是固体力学 那固体力学这边的话 它就因为你有选择移动网格 它自动帮你选择不可应用区域 它就不会再套用了 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柱状物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要设定一个固定约束边界 就是说我们把在这个边界上 它是固定不动的 在这个区域的部分 然后从方程式你可以看到 它的设定的一些相关对应的方程 是物理意义 然后接下来是多重物理量的偶合 那基本上因为你是 套用精力模组设定 它会自动帮你带入流体的部分 它就是带入层有 那假设你今天还有其他一些物理量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选择的部分 然后固体就是结构力学 那它一个固体集合的一些偶合类型 就是你可以考虑结构上的流体负载 或是速度传输至流体的一些偶合选项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选择全偶合的部分 那基本上到这边我们的设定 物理区域设定就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选择网格的部分 那网格的话 它可以选择物理控制 或是使用者自定义 那使用者自定义的话 你就是可以根据你的选择 就是你可以选择流体 或是半导体电章一些网格尺寸的大小 那还可以选择一些粗密度的变化 那我们这边的话 选择物理控制就可以了 然后尺寸的话 我们选择细化 然后我们按建立 那我们这基本上就是建立完 它自动会帮你在靠近边边的地方的部分 会比较比较密 跟一些结构上的一些表面 会做一个比较 网格画的比较密 因为在这些区域的计算上面 会比较精密度 会比较需要收敛 所以它相对上会画的比较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随时变的关系 所以我们设个时间相依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我们从1.02到2秒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求解计算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讯息栏上看到我们的网格尺寸 跟我的求解自由度的一些相关讯息 所以我现在计算的运行方式 一些参数的收敛值 然后上面会有个收敛图表的部分 那这个收敛图表 假设它的数值一直往上的话 就代表它不容易收敛 那整个计算上就容易会出现 无法求解的过程 那如果是像现在物差值越来越小的话 代表它是双路上是收敛的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计算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后处理的部分 那在Camsul 6.1的部分 它新增一个彩色表的部分 那这个色彩表呢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去做一个色表的查形 你就可以建立你自己心中的色表 然后下面就有预览的功能 它就会根据你的色表 RGB的方式 你可以建立你适用的一些色彩表 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研究 从上面这个 因为我们是随时变的 所以上面的箭头 就可以切换不同的时间点的求解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求解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速状物就是随着时间被流速往下压 那我们可以用流线的方式来去辅助 让你观察这整个流动的形式 那角色式方面呢 我们就从层流这边可以选择速度查 然后定位方式 你可以选择在边界上起始值 或是起始点上的控制跟均匀度 那我们这边均匀度选网格基础 因为网格基本上画的是比较密的 然后起始值的话 我们就选择入口处跟 容易产生温流的不方的区域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绘制 然后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线条 就是我的流速分布 那我们可以变成一个箭头 内型的话 我们可以变成一个箭头的形式 那就会看到它整个流速的变化 然后我们这边还可以更改颜色 然后再做一个切换的时候 它就会有做一些变化的显示 那另外我们可以考虑看到 结构受到一个硬力的分布的影响 不同时间点上它的硬力分布的动况 这个是后处理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当我们的结果 呈现成图片或者是动画输出 那我们这边展示一下 如何呈现的动画输出 我们这边选择动画 然后播放器 然后我们可以选取 你要针对的是速度长的图 或者是硬力长的分布图做一个选择 那我们这边选择是速度长 然后这边你可以选择你要的时间 所有解或是区间的解 然后去做一个显示绘制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动画输出的部分 你可以展示它随时边的变化的关系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档案的输出 那输出格式的也可以选择GIF或是AVI 或者是Webman这种形式格式 然后你可以更改它的速度 然后跟你要输出的一些内容 包含标题色彩走跟标签的部分 那另外Consult还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功能 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做成输出成报告 就是类似Word或PVT 那我们这边展示一下输出成报告的部分 那报告有分成简要中间报告跟完整报告 三种套用的类型 那你可以制定你要的报告内容 那我们这边选择简要报告的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选选产生 然后这边就有一些主题内容 然后就可以根据你要的所谓的缩图 你要的图片是哪些图片 然后标题是什么 然后做一个产生 然后我们这边写这个预览全部 那你就会看到它基本上报告 就会产生一个类似Word的形式 然后它的内容就是包含了定义参数 然后相关的设定 然后日期你的版本名称 使用的模组 跟你使用的电脑的一些相关资讯 就是你输入一些函数变化 坐标系统 然后几何结构 程度单位等等 那根据你的需求 你可以做一个新增或减少的动作 那这样就是一份完整的Word的报告 那它就可以输入成Word档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写入 写入的话就是产生一个Word档 那就是变成一种完整的报告 那就可以帮助你在呈现报告上面 缩短很多制作的时间 然后如果你像针对这张图片 你要做修改的部分的话 你就是在上方它的Camsul图片 那这个图片的话 你就可以针对它的长宽高 或是一些尺寸的 一些像素的解析度 或者是你要新增 你不想要看到标题或轴 你都可以做一个修改 然后它就可以做一个即时联动的部分 那或者是说我在Camsul里面呢 我现在可能进行一个勘速的修正 我现在把长度我现在更改成50 然后去做一个重新求解的动作 然后如果刚刚等它重新求解完 我就可以按更新图片的动作 它就可以把我图片做个置换 它是可以做直接联动的部分 因为我把它高度压缩 所以它可能 纸件上会需要比较久的直接 所以我们这边就先暂停 暂停这个计算的部分 然后我们这边 按更新图片 然后就开始做一个更新的动作 你看它图片其实是 相对上就会有变化的部分 那这个以上就是报告的功能 那简报的部分就是变成投影片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不再多加展示 那接下来我们要展示这个APP建立器的功能 那首先我们就是点选 当我这个模拟结构建置完成之后呢 我点选这个APP建立器 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APP 另外一个产生的方式 那我们这边点选新表单 然后全域表单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它内建的一些样板的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做一个建制 然后我们这边就选择 这一个 然后它就会根据你输入的一些相关参数 就是你要会出面板按钮有些几何 然后网格计算 或是你要选出的场图 或是你要输出动画输出报告 这些相对应的按钮 你就可以做一个输出的动作 然后它就会到选定的表单 然后参数的话就是选择输入或输出 就是相关参数 就是一样把它全部省起过来 然后它就对应到我们刚刚设定的一些相关参数的部分 然后就可以点选完成 然后这边就会展示出你刚刚透用的一些样板的形式 那我们这边可以先点选一个测试应用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 根据我们的模拟结果建立的几何参数 那我这边先做更改的话 我再改为100 然后再按几何 它就会重复的更更新 然后网格 绘制 然后就可以进行计算 然后就可以进行计算 对 这边就是会議相关这边的 不是 是 黄金 这边就由这边 我们下来就要 这边就是计算完的结果 它就可以在APP上面做一个呈现 然后我们将这个制作完的APP 我们可以输出成一个单独的ES1档 就是透过这个编译器的部分 然后就可以根据你的使用平台 类似Windows或是Linux或是iOS系统 然后做一个输出 然后你可以这边有个下载跟迁入 就是它一个计算内容的大小的迁入系统 选择一个路径 然后这边就可以编译易用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 这边就是呈现一个ES1档的部分 然后就可以点选 然后这边已经有制作好一个开启的 这个ES1档它就不用用到Camsul的组程式 你就可以一样做一些操作的部分 那这以上就是一个流固藕合的范例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流固热藕合的范例 那我们这边再一个带一个简单的范例 那一样我们先开启 我们这边先开启一个新增模型精灵 那整个流程呢 就是加速整个流程的设计 所以在流体这边呢 我们可以选择非等温温流 然后这边有个流体固体交互作用 然后一个共二热传 然后这边就有个流体固体交互作用 然后点路你会看到除了刚刚我们的沉流 跟固体力学之外 我们多一个固体与热传的偶合 那这边的话就会除了非等温流之外 还有个热膨胀的模拟 我们这边点研究 好那一样我们进入到我们Console界面 那我们直接从几核建立开始 然后这边一样改成NewM 几核 一样是个局形 这边一样是选择100 我这边最新增一个几核 我这边最新增一个几核 宽度我们选择 1跟10 位置我们选择 比例的是100 150 我们这边有个层功能就是说我可以将这个结构我切成两层 然后这边选择5 他就会可以在5个地方再做一个切成的动作 然后这边材料呢 我们先用内建的材料 新增 然后我们这边选择复合选择两种材料 我们选择同 跟 叶 然后外面空序我们就选择空隙 然后空序的话就是选择这个区域 然后空序的话就是选择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 向上我们这边是选择铁 然后下方是选择 红的部分 然后我们这边看到他一样有打塌的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有 考虑不同模组的影响 那我们这边就先不考虑这个部分 然后一样移动网格就是说外围区域有个变形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选择外围区域 那层流设定跟刚刚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是考虑空气的部分 然后一样我们是设定入口处跟出口处 然后这边讲这个固定的速度 出口处 固体力学的话我们这边一样是设定一个 固定边界 我们将它固定在这边 那接下来就是固体与流体热传的部分 那这边就有分为固体跟流体 那流体的部分我们选择是一样是空气的部分 然后这边 可以新增一个 热源 假设我们在金属上面有做个加热的动作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热源 然后我们可以设定它的功率是多少 然后网格一样我们就是按物理 物理控制的网格直接做个建立 然后做个画退制 那假设我们现在时间上是不做一个更变的话 我们直接按计算 基本上的设定的话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在这个设计上 因为我们没有做一些类似的近视条件 然后它的求点上相对上就会比较不收敛 所以它计算上 你看它的收敛值基本上有点往上趋势 它就是比较不收敛的 那所以这样的计算方式 就要变成去设定一些求起器的相关设定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要根据你的模型去做一个定义的部分 然后去简化你的计算时间 这边就计算完了 然后就可以看到它除了我们刚刚的色彩温度 分彩压力 硬力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温度的分布 那因为我们刚刚设定的部分呢 是比较随意设计的 可以看到它随时边的变化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我刚刚是做个定值的设定 所以它对时间的相关性相对上是比较低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温度加热之后的一个温度变化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铅前制作好的同样的范例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等高线图的部分 因为它整体结构是比较小的 所以只有看到它有一些微的移动 那其实它是不明显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功能叫做变形 它有一个变形的功能 它就会根据你的形变量去做一个调制 让它形变量是相对上是比较明显的 让它看出它整个的形变的过程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我们应用资料付一些相关的一些范例 那这边相关的范例呢 我们有一些是水处理的沉淀池 那它就会用到稀释物种的运输跟一些温流的一个模型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个计算的时间 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然后跟一些基本上的解释 然后这边就是固体跟流体的藕合 那大部分固体跟流体的藕合呢 我们会运用到的是一些挡泥板的搅拌器的沉流混合的部分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相对的计算时间相对上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是我们刚刚的气流中的双金属条 它就是除了固体沥血之外呢 还有固体跟热体的流传沉流 然后我们也可以模拟一些流场经太阳能板的一些阵列 那就是模拟我的气流经过太阳能板之后产生一些汶流 对整体的散热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模拟跑车车门上的流固偶合 就是说我空气流动之后呢 我们在车上基本上会听到一些噪音 那就是流动时候产生敲击我的车门或是玻璃 产生一些震动的噪音 那我们可以透过Consult来进行模拟 那这边使用的话就是有我们的大窝模拟分析 然后因为它的相对上是比较难收敛的 所以我们会搭配一些弱势的边界微分 偏微分的形式 跟一些拉普拉斯的方程式的转换 然后一些博客的设计 一些高马赫素流的话 就是一些具有震爆通道一些3D超音速的流体 然后膨胀风扇的部分 然后也可以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扩散器的流 过度流的部分 超音速空气跟空气喷射器的一些模拟的部分 然后多项流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主要是看到一些毛性现象的填充孔的部分 它就会再搭配一个叫等位函数的一些素权模型 可以计算它的表面张力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些溃体水帕溃体的一些模拟分析 然后我们可以模拟一滴通过悬浮上升一的一些向的变化 然后油水分离的一些整个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模拟一些电湿电湿路的透镜 然后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风力涡轮叶片的一些素质转换形成 然后它这边用到的就是一个多孔介质的等位函数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固体溃传的一些模型的部分 这是散热片的一些激情片的一些散热模型 然后我们也可以模拟香烟中的烟雾的一些流场分布变化 那这边用到也是大窝模拟的部分 那你就会看到它还有搭配一个粒子追踪 我就可以分析说我的粒子的整个运动的轨迹 是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大窝模拟的计算 它相对需要的计算时间就会比较长 你会看到它计算时间就要六个多小时 然后它还有一些 这是流场的粒子追踪一些相关范例 然后我可以看到这个是跑车的大窝模拟 刚刚的范例的图 这是我模拟时速180公里行驶的时候 跑车周围的流速 那你可以看到它用的就是大窝模拟的部分 然后搭配了Laplace equation去做一个解析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所需要的计算时间就需要四天到六个小时 所以它相对上会根据你电脑的一些应用 会需要一些比较长的计算时间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薄膜 薄壳流的部分 就是可以模拟一些弹性流体 受到紧压一些薄膜的交互作用 然后轴承 然后我们可以模拟一些气泡流 就是说我透过气泡去做一个搅拌的动作 然后这就是一个气声式循环的反应器 然后通过气泡然后使它整个造成一个对流的形式的流动 然后它用的就是气泡流的部分 然后这是一个离心器的模拟 就是说我模拟转动之后两项流混合 通常是用于食品或是药剂的混合部分 然后这边就会搭配一个相传书跟一个纤维分结构的泛用型 去做一个数据模型的定式 我从后面是正常的吗 那我们也可以模拟一些机翼的流动的部分 然后还有管道流的部分 就是说我可以模拟管流在里面的一些流动的现象 那Ctrl里面还有其他一些范例 都是在这边可以做一个寻找 或是我们可以到官网上面 可以到官网上面 官网的最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产品 Model and Appropriate 那这边就有类似相关的一些案例可以做个查询 那这边就可以做一个有体力学的查询 那这就是一些相关的范例可以做一个参考 然后每个范例给进去呢 他除了一些简单的序处之外呢 他还可以一些档案的下载跟 PowerPoint的跟PDF的简介 他就会一步一步告诉你这个设定是怎么做的 那他有一些线上学习的中心 然后就是有一些影片的教学 然后跟你的需求 你可以去选选你想看的部分 然后就是新版本的一些功能的介绍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一个分享的部分 我们的课程中 那些设定 是一个打击的 是一达课程中 我今天你会发电话 我们再玩 我们再提督一下 我们的课程中 我们的课程中